大家好,我是Kyoko 大家好,來到這個星期 我們要學一下方向的日文 方向的意思是我們平時的東南西北 或是這邊那邊 我們先說一下東南西北 先說一下東南西北 第一個東面是Hikashi 第二個南是Minami 如果你喜歡這個高橋南 的話你就會懂得南這個字 第三個要說的就是西面 西面是Nishi 北面是Kita 如果大家記得我們曾經學過這個Ko So A 分別是近我、近你、遠處 應該說是很遠處 如果你想說方向的時候 也可以用Ko和A這個 例如我們說這邊的時候 可以說Koji Koji Koji 你想說那邊的時候 可以說 Aji Aji 如果我們說方向 就可能有人問你路 可能他想問銀行在哪 你隔離他走 你可能會跟他說 在前面、在後面 或者在對面等等 那這三個日文是怎樣說呢 第一個 前邊 前面是 前面是 前面 後面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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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讚好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可以追蹤IG134 還有追蹤Facebook 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再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還有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那再見